你妻子是蛇妖 我妻子照顾我十几年 她是不是要与你何干 蛇妖自知不是陆离对手 坦白告诉她自己并无害人之心 只是想进村围体弱多病的丈夫寻一些肉食 不料竟吓死了一个胆小的村民 不等蛇妖说完 陆离手持断枪刺中她的小夫 蛇妖挣扎无果还手无力 随即便被当场斩杀 蛇妖的丈夫悲痛欲绝 质问陆离为何不分善恶滥杀无辜 她已烈酒娇身 牢牢抱住妻子的尸体 远都不会懂 与我朋友亲 男人打翻伙伴 夫妻俩瞬间被熊熊烈火吞没 陆离看着燃起的火光 恍惚中又看到了七年前 妻子被烈焰吞噬的画面 她不禁有些动容 夜深以后陆离一人坐在火堆旁 一只神色慌张的鼠妖找到她 请她出手就一下 被其他夜行狼抓走的青蛇小妖 可这世上哪有夜行狼帮助妖魔的道理 陆离冷漠地拒绝了鼠妖的气球 鼠妖听后有急有气 告诉陆离那个青蛇小妖不禁 和她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还是她妻子留在世上最后的残念 鼠妖导出一桩不为人知的往事 七年前 陆离还是个普通的小铁匠 她娶了一个猛美如花的妻子 但有一天村里的管事找陆离打了一把刀 前来娶刀是对陆离的妻子产生了歹念 她命人之开陆离 带着上好的绸缎到陆家献殷勤 借口进屋桃水和对陆离的妻子动手动脚 陆离的妻子第一次不从 陆离的妻子被迫把这件事淹进肚子里 可管事不仅没有知难而退 反而下定决心要得到她 恰逢此事皇在过境 村子里颗粒无收 管事命人到处散播消息 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陆离取了个灾心 为了安定人行 管事找神婆给陆离的妻子去歇 还梦骗陆离绝对不会伤到她妻子的一根汗毛 在村民的逼迫和管事的红片下 陆离只能看着妻子被人带走 但她没想到 这一别尽是永别 管事对陆离的妻子爱而不得 静脉同神婆说她就是带来天灾的灾心 村民们在神婆的山洞下 活活烧死了陆离的妻子 而陆离则被他们打得半死仍在路边 熊熊火光之中 一块青石亮起微光 半张损毁的卷帕飘到半空 落到了昏迷的陆离手中 青石成精之后 与陆离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管事只见了她一面救起了色星 托人把她抓了起来 得知当年的真相后 陆离带上鼠妖牵着毛驴来到管事家 正撞见管事在戏耍青石妖 见来了个野行狼 管事不敢怠慢 立马把她迎到座上 命轻使小妖给陆离针灸 小妖战战兢兢地看着陆离 希望她能救下自己 看着小妖被管事用法器拽走 陆离瞬间想起惨死的妻子 她摘下斗离嘶嘶盯着管事 眼底的仇恨几乎一出 这时管事终于认出陆离 连忙召集护院保护自己安全 陆离两出断枪 三两下解决了所有护院 与管事打到一处 管事不是陆离的对手 很快就被刀抵住了脖子 可在此时 管事的同伙手持长枪 细向陆离命门 情势小妖挡在陆离身后 被长枪冻穿了身体 陆了 牛子 看着小妖在陆离怀里消散 管事挥起长刀 打算送他们夫妻团聚 索性鼠妖及时解开了毛驴的缰绳 老毛吕化身一头神兽 喷出一口烈焰 将管事烧成了一滩灰烬 牛子 好像这神兽 收了他的神兽吗 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再见 姚中心 站住 天上暖出 明月也 断松岗 断松岗 入夜后陆离将管事的同伙 绑到曾被他屠杀的狐妖一家的修行处 不多是草丛中沙沙作响 跳出一只双目赤红的小狐狸 将他拆吞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